相信很多人都有着一个当兵的梦想,尤其是在热血沸腾的年纪。 这些年轻人选择进入部队,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壮,有勇强健的体魄,可以应对以后生活的风雨,将自己拥有更加顽强的性格。 在以后的生活中,不管遇到什么困难,都可以不放弃,但是并不是进入了部队以后,就可以一直留在部队的。 现在基本上都是两年的义务兵,所以到了时间,很多人还是要选择离开部队的,他们就是退伍军人,所以国家每年的退伍军人数量是很多的。 具体有多少其实现在也还是不确定的,所以国家今年才做出了统计退伍军人信息的巨大工程,退伍军人信息普查将会在年底结束,也就是2018年12月31日结束。 所以欧退伍军人没去登记的,要抓紧时间了。 不过据相关部门统计,现在的退伍军人数量,已经达到了5700万人。 5700万的退伍军人,代表的是什么呢? 他们不仅仅是单纯的数字,更是一股隐藏的力量。 每一个退伍的军人,都是曾经保卫国家的英雄。 没有曾经退伍的老兵的付出,就没有现在的暗定。 他们的精神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,进入到部队,回洒自己年轻的汗水。 相信这些老兵们,不管过去了多少年,他们都永远是军队的一份子。 他们的忠心和军人的赤城,你永远是不会忘记的。 他们现在虽然散步在祖国的各地,从事着不同的普通的工作,但是他们坚定信念是不会变的。 军人的热血也是不会变的。 若有战兆避回,不是一句空话,他们曾经多次在灾难的时候出现,重现当初的热血。 所以说他们虽然现在不在部队,但是他们是隐藏的力量,是一股强大的力量。 在部队中学习的东西,将会永远可在他们心中,融入他们的血液。 退伍军人可以说是国家的一笔财富了。 所以国家集对他们的福利和关怀也是越来越多的。 给没有军人,不管是现役的军人还是退伍的老兵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